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是台灣的大使 世界各地的民眾都值此機會到訪 感受一下濃厚的選舉氣氛 大選前的最後一晚 各個候選人舉行造勢晚會 上晚的支持者聚首一堂 也吸引不少旅客到場觀摩 來自美國的大學生Rose 認為台灣是時候政黨輪替 她估計蔡英文將會成為台灣首位女總統 我認為人們非常興奮 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會很大的改變 而香港人陳先生就很羨慕 台灣人有機會投票選總統 有個伯伯聽到我們說廣東話 就說你們香港來的 他就說你們要加油了 我們就有得選擇你們還未有得選擇 他們的正義參與或者對於社會的認知 其實比香港強豪多也是一個榜樣 他們都表示很享受造勢晚會的氣氛 希望新總統能夠為台灣帶來新的景象 珠時網記者陳家熙報道 我們都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